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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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為什麼是這樣 酥 欸 要吃對酥煎 有沒有 要吃對食物 今天我們告訴大家 出瓜 好不好 夏天出瓜 出瓜 好啦 老師有點忙 所以說這個牌子 我幫他拿好了好不好 好 時時刻刻呢 注意到我們現階段 到底應該吃什麼東西 好不好 這米粉炒得要好了 真的快好了 我們 我們稍微讓他再收支一下 顏色好美喔 對 因為那個南瓜本身 它的顏色就很漂亮 對 而且你看它整個南瓜 幾乎就跟米粉 它是整個融合的 對 然後這個我們的冬粉堡 我們把冬粉 冬粉我有先泡過水 是 所以我們把冬粉放進來 好 最主要就是因為 其實我也吃到生水 對 但是它沒有絲瓜那麼多 對 因為這個我們吃的就是有一點 好像屬於比較 有一點點的湯汁 湯汁 但是它不是湯 就是有一點點的水分的 那因為 這個瓜類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煮出來的食材 就是白白 白鋪 就顏色感覺好像 就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說我們在湯汁部分 我們可以加一點點的醬油 做顏色 不是做調味 是做顏色 是 對 稍微做一點顏色 顏色讓它稍微 對 所以說這個時候 你給它放下去 讓它稍微滾一下 它就熟了 對 就熟了 我們稍微小火一點點 好 這個就可以 那這個米粉 你看我們的湯汁 也收得差不多 對 那剛剛我們在說 為什麼這個米粉 要炒它有一個功夫 可是說穿了 其實它也沒功夫 因為米粉它本身是沒味 那你要炒到那個 就是說讓你的米粉 是有味道的 想必你的那個調味料 要放得很重 對 放得很重 那為什麼會有南瓜米粉 無非就是後來 有養生的一個概念以後 好像利用南瓜裡面的甜味 那當然 因為現在我們再來吃的話 我們就是希望說說 這個米粉要好吃 但是我們的口味 就是盡量不要那麼重 對 那因為米粉家 如果你炒得不好 會減鬼 有沒有那種經驗 減鬼 減鬼就是 好像吞不下去 吞不下去 對對對 那個米粉就是 就是吃起來 就是會讓人家不舒服的 所以說你在炒米粉的時候 就是你的湯汁 湯汁一定要多 一定要多 然後我們可以 這個米粉可以 可以起鍋了 可以稍微 裝盤 起鍋了 哇 這炒米粉 這個份量就還蠻 還蠻夠的 蠻多的 今天我們工作同仁 大家也都有口福 這個中午可以 中午就吃這個炒米粉 對 夠怎麼樣 夠飽餐一包 對 如果說像比較重口味的人 我們可以 加一點點的 那個什麼 那個 醋 醋 稍微提味一下 對 喜歡吃那個 這個因為它 對 稍微 擺盤一下就可以了 擺盤就可以了 我們把它擺到前面來 讓大家看一下 好 其實重點就是說 希望 讓今天的這個 南瓜 也是發揮它適時的作用 對 好 老師的另外那個 砂鍋煲 煲也好了 對 我們把它也端到前面來 關火了 然後讓它起鍋 好 今天我們的 舊素愛吃瓜類 也是提醒大家 其實在現階段 瓜類是所有 應該講說 你去菜市場走一趟 它的價格價位來講 其實也都是最平時的 對 比較是當季 對 當季好吃 然後呢 它也因為好吃大廚 對 門家也吃起來怎麼樣 夾手油膩 對 你會發現那個瓜的一個品質 口感都非常好 老師 我們先來吃一下米粉吧 好 幫我夾一點米粉 煎一下 像這個米粉 假設就是說 你對南瓜 沒有那麼喜歡 都可以隨你個人的 來 個人的喜歡 對 但是我很喜歡吃南瓜 對 南瓜很棒 南瓜 男生女生來吃都很好 對 喔 這 這米粉有甜耶 對 南瓜很香 因為我們南瓜都跟它在一起 我們沒有加味素耶 對啊 所以這個很棒 大家可以試試看 在夏天的時候 是 非常的 那個對味 好 今天呢 我們等一下還有這個飽 也可以一起來品嘗 對 好不好 今天太幸福了 謝謝我們 淑芬姐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